有沒有看到 超級無敵巨大的干貝 大家好 我是Anson 快來到陌生夫妻的頻道 今天又到了台北捷運 吃喝玩樂 第八集 這次我們著重在哪一條線路 綠色的線 綠色的哪一條線 松山新店線 不會自己看的 那這次我們要拍攝的內容呢 相對餐廳會比較多一點 為了自己的體重著想 還是稍微的要找一些打手來幫忙 雨傘還有咪娃 那今天我們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撿到時候不贏的那一組情侶才可以吃的 什麼 我可能今天要餓一整天這樣 對很有可能喔 這邊也提醒大家 這個系列呢 我們都會把所有的美食資訊 都會放在下方的說明文 還有Google Map裡面 大家記得如果來台北玩的話 你就照著這個吃就可以了 最後不公布今天的所有花費 記得要把影片看到最後喔 準備出發第一站 出發 Let's go 登登 我們來到了 禮記宜蘭肉羹 大家有沒有看到上面 特殊口味豬血湯 我第一次看到 豬血沾醬區 然後呢這個是他們家的辣椒 招牌辣椒 OK 那我們已經全部上菜上齊啦 都是耶 你這對阿姨 今天喜歡吃西式的嗎 對 他們都是西式的 那 我們就直接先來猜拳看哪一組吃 剪刀石頭布 你也猜什麼 怎麼猜怎麼輸了 那我們先吃吃看他的米粉喔 我家裡真的養了一頭牛耶 喝一口就知道的 那種古早味米粉的味道 然後再過來呢 他的滷肉飯 大家知道我非常喜歡吃滷肉飯 哈哈 他一直吞口水 蛋蛋的美味 甜美味 然後他的肉造我很喜歡 覺得有一點帶油脂味 覺得他四個人看我享受 真的是 四個人哪裡 哪裏有第四個人在哪 你看他的肉乾超香的 真的嗎 之前他有一些會加一點沙茶 但是他們加的不是沙茶 是他們家的毒素醬料 所以這個是他們 也是他們自己鹽巴的辣醬 它味道很脆 很脆 又脆 它裡面有一點點那種蝦米的味道 你不要看它有點濁的樣子 但其實它還是很輕的 它喝起來也是非常好喝的 那我先趕快吃一吃 我們等一下見 OK 我們接下來來到了三 南京三明站 又不是這次是嗎 好那我們就出發 前往下一站 我們來到了 IA 國際機長 OK 那這一家店呢 為什麼叫做國際機長 很簡單 大家可以看到牆壁上寫的這一排字 go on a trip test the world 老闆希望呢 在這家店裡面 你就可以吃到全世界的口味 然後呢 它有像那種炸雞呢 就是那種 八十九 然後這一些都是 九十九而已 這邊有的飲料機 只要二十九塊 而且送人 水你喝 它的每一個菜名呢 就是都是世界各地 有古巴啦 英國啦 日本啦 都是以國家作為它的分野 剪刀、石頭、布 就看他們沒有良心啦 跟我們分享一下 憐憫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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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憐憫之心太大了嗎 這個是美國經典牛肉漢堡 而且我剛才有聽到一件事情 就是朋友說他想吃雞腿 這雞腿是你的 這一個雞腿超級無敵 大雞的 miwa選的就是 泰國綠大梨烤雞腿堡 這個長得很特別 這個感覺有點像牛舌餅 但是它就是 古巴起司蒜香三明治 我非常喜歡吃古巴三明治 感覺在烤工上面 就是有下冷豬 還牽絲耶 它麵包烤的那個 真的是屬於很酥脆的那種感覺 真的好吃 非常的有汁 而且真的要很小心它會流汁 真的沒有在騙 下槍 我們來到了小南門站了 它這家店的名字叫做 從字面上感覺就看得出來 它是賣丼飯的 它們有一個牛肋條的 動漫超屌 那現在呢我們都已經上菜啦 會往往吃到就是熱門的 大家就是會 大家都會特別想吃 所以就變成說 贏的先選 對 剪刀石頭 對 贏的好熱 OK 那我當然就選擇 Agan有勝利喔 拜託這個誰受得了 你看上面 看起來蠻厲害的 好 那我們的話呢 就是選擇牛肌雙拼 超巨大大碗 雞肉感覺怎麼樣 有厚度 肉蠻扎實的 而且它那個表皮是甜甜的 剛剛這是蜜汁的吧 就在烤肉如果上面有一層甜甜的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它在吃這個牛肉小吃 我發現它還沒有一塊檸檬 所以我覺得檸檬應該是要先殺上去 喔 你已經快要被Ander殺了 你叫快吃飯 看真的 怎麼樣 牛肉非常有咬勁 嚼勁很夠 所以它是一頭有 冰凍的牛肉 對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看鏡頭 我看鏡頭 很厲害 因為牛肉不可以太熟 可是如果太熟的話 又會有點腥 可是它的熟度剛剛好 很推耶 Hansom 吃 吃完了日式的丼飯以後呢 我們要帶大家坐飛機 一路飛飛飛飛飛飛到 位於捷運七張站的卡拉卡拉 義大利廚房 天啊 天啊 好的 那我們這一餐 真的是超高級的 首先呢就是 梨 麥 南瓜菊飯 菠菜 雞腿燉飯 XO 鮮蝦 干貝義大利麵 戰斧豬排 那我們就 這一餐我們就不用 那就是大家一起吃啊 一人一道 好不好 它的蔬菜的甜味 它的南瓜的味道 全部都滲到飯裡面 然後它那個焗烤的味道 會帶出它的那個 程式感來 等一下你在幹什麼 我們那個鏡頭對面那個 蛤 我等不及了 我先吃 這個戰不出牌 哇 沒有浮誇 看看很Q耶 它的汁其實都鎖在裡面 再過來呢 默默要介紹的就是 XO醬 鮮蝦干貝義大利麵 有沒有看到 超級無敵 巨大的干貝 欸欸欸 要被翻炸 欸欸欸欸 你們等一下掉地上都不用吃了 吃吧 很甜啊 超爽 不信妳看另外兩個 真的欸 我這個不能吃一顆 真的很殘忍 現在倒數第二站 等一下還有最後一站 為什麼我想問 因為像我們這樣 今天去吃午餐 我自己就覺得 每次出去玩壓力都很大 是 你把你的目標企劃先寫完 然後你就開始上網找那個優位券 現在 APP超級無敵多的 就像這一家的話 我最近比較常用 那個巷肉 這一家卡拉卡拉呢 就有300塊的地用券 那我都會把價格跟觀眾說 但是實際上我後續 我自己會有APP 去接受我自己拍片的費用 如果大家想要知道 你可能有哪些APP 去節省旅費 在下面留言加一 之後再做一集旅遊的APP 跟大家分享 你難得來做客 你說你現在占60%嗎 不不不不 是已經吃了60% 那就直接出發下一站 什麼叫補好補賣 來吧 Let's go OK 接下來這家呢 非常特別 它叫做 DELAMO 也是義式餐廳 但是它不一樣的點在哪裡 你知道嗎 它有自助餐吃到飽 我覺得我可能明天都不用吃飯 連後天的分一起吃掉 嘿嘿嘿 那我們就直接進去DELAMO看看 OK 進去看看吧 好的 大家有沒有發現這裡的那個氣氛 跟剛剛的那家店呢 是不太一樣的調性 雖然說都是義大利餐 它的消費方式非常特別 就是一人一個主菜 就是300塊左右 你就可以吃一個主菜 同時間呢 旁邊的那個自助餐 吃到嗎 超級多菜色 隨你吃 你選擇多樣吧 你的是什麼 明太子鮭魚義大利麵 索奶油醬 哎唷 索有個索就很厲害 超好吃的 它的鹹味非常非常的適中 因為很多明太子 他們的味道會過重 過鹹 可是它現在用的量很剛剛好 但它這整盤的那個味道 都是很適中的 我的呢叫做 提魚里雞牛肉 義大利麵 我發現它的牛肉跟它的那個醬 紅醬 很搭 有點淡淡的番茄香 義大利麵其實在煮的時候 麵條的軟硬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不能把它煮到非常軟 你也不能讓它太硬 但是這個麵條 我覺得它表現得很好 OK 我們已經吃完了 這真的是超級飽 我要吐了 太飽了 超級飽 應該也有人會像我們這樣吃吧 一天吃午餐 然後餐餐都吃大餐 那今天的松山新店線呢 我們總共吃了五家產品 那總共的花費是 這個樣子 對 那很高 但是其實我們是 四個人 你要去處理室 你要去處理室 我建議啦 我建議是 單價單價去吃就好 這樣很肥 就算沒有這樣吃也是很肥啊 那一樣我們有拍攝到的所有店家資訊 我們都會放在下方說明文裡面的Google Map 你就直接呢 點開你就可以沿著捷運線吃吃喝喝了 那在松山新店線呢 還有沒有什麼東西 是很好吃 我相信還有很多 好吃的餐廳 記得在下面留言 那最後呢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記得給我們一個讚 同時間呢 記得把這支影片分享給你 週末不知道要去哪裡玩的朋友 雨傘跟咪娃也有拍很多的旅遊的內容 還有夾娃娃 大家記得去訂閱他們的頻道 今天就差不多到這邊啦 那我們 明天見 拜拜 拜拜 拜拜